隨著本港疫情漸趨緩和 政府根據感染風險以疫苗氣泡為基礎 調整今天起至度5月12日的社交距離措施 食肆運作放寬分為ABCD4級 如果員工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14天 而所有顧客至少已打一劑疫苗 及使用安心出行 可放寬糖食至最多百人一台 營業時間延長至凌晨2時 顧客數目上限可提升至容量的7.5 而營會人數上限可增加至100人 在疫苗氣泡措施下 6類處所即酒吧、酒館 夜店、夜總會、浴室、派對房間 卡拉OK和麻雀、天狗、灑落處所 在員工或訪客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及訪客使用安心出行下 可有限度重開 而在群組聚集方面 婚禮、宗教活動 週年股東大會 需要16歲或以上的參加者 如果已接種一劑疫苗 參加人數上限可獲放寬 而本地遊旅行團亦可有條件復辦 前提是前線員工需打一劑疫苗